大二女生送外卖被顾客骂哭 美团已安抚并承担她的订单损失 山东威海一大学女生打暑假供送外卖时 受顾客言语羞辱 24日 该女生在社交平台发视频 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后 收到网友排山倒海市的关心和问候 26日上午 女孩所在公司美团回应急目新闻记者称 目前已经对女孩进行安抚 并承担其订单损失 并称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尊重 女生送外卖被羞辱没资格坐电梯 女孩小便在视频中介绍 她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今年开始做暑假工 送外卖已经有20多天 7月24日 小便遇到了一件特别让人崩溃的事情 一位女顾客点了一碗17元钱的牛肉面 小便拿着牛肉面来到小区 因为不是业主进不了电梯 她就打电话联系女顾客 女顾客说 爬楼梯不行吗 又不是没长腿 四楼又不高 虽然满心委屈 小便还是爬楼梯 将牛肉面送上门 这一单送到后 小便还有同一小区的另外一单 马上就超时了 她正在往那边赶的时候 前一单的女顾客来电话让她回来 小便赶紧返回 发现顾客手中牛肉面的面汤洒出来了 顾客将那碗面直接扔在地上 见了小便一身汤 还羞辱她 送外卖也不好好送 这么大也不去上大学 会送外卖吗 小便连忙解释 可能是商家没有打包好 可以给顾客再买一份 顾客随即警告小便 给她五分钟 不然会进行投诉 之后 小便自己花了17元钱 给顾客又买了一份 小便哭着说 自己已经送了20多天外卖了 一个投诉和差评都没有 头一次碰到这种顾客 很心酸也很委屈 公司安抚女生 并承担其损失 视频发出后 小便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和安慰 还有网友建议她 把客户的信息曝光出来 看看是谁 小便在随后发布的视频中 感谢网友的支持和理解 并表示现在浑身充满力量 很开心 虽然有些委屈 但是她并不想曝光客户 因为不想违反公司的规则 也不愿意顾客被网爆 小便说 她是一个乐观 每天笑嘻嘻的人 虽然送外卖很累很辛苦 但她很勤奋 每天的送的单子非常多 比一些老旗手量都大 26日上午 积木新闻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小便服务的美团公司 美团回复称 公司已第一时间和当地站长一起联系安抚了小便 并承担该订单给她带来的损失 目前 小便已在继续跑单 美团称 小便虽然送单才20多天 但是她专业 乐观 对每一笔订单尽心尽力 经常跑出好成绩 美团认为 小便的努力值得被尊重 被善待 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尊重 为持续提升暑期兼职骑手的跑单体验 目前 美团已向全国的配送合作商 下发了维护暑假 兼职骑手权益的保障举措 美团提醒骑手 如在跑单过程中遇到类似的场景 或其他难以处理的情况 都可以拨打骑手客服求助 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才广表示 从小便视频中的描述来看 顾客的语言尚没有达到 公然侮辱他人的程度 不够承担治安处罚的条件 但杨才广认为 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 送外卖人员与顾客 应该在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 及人格的基础上进行沟通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